铃,一种给电动汽车行业带来变革的资源。 乌多,我们今天要谈论一下铃,为什么说它是具有变革性的资源? 简单地说,这种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。 到2020年,电动汽车生产行业对铃的需求将会增加5倍。 此外,铃电池大型工厂的生产能力逐渐增加, 2020年,生产能力会是现在的6倍。 特别还考虑到中国节能减排已宿主于实际行动, 该国和其他国家的电动汽车生产愈发兴起, 许多国家都在努力促进环保型交通工具的生产, 为此需要能够大容量储存能量的设备。 这是否意味着未来我们将会看到技术的完善? 我的意思是说,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会卓有成效。 当然,考虑到未来电池生产量扩大, 铃金属的使用热炒是否会愈野愈烈呢? 是的,的确如此。 您在之前已经公布的一份报告中很好地描述过, 我认为未来这都将会实现。 一方面,我们会看到铃电池生产息息向荣, 另一方面,其生产成本将会逐渐减少, 相应的价格会有所下降, 这对产商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, 但总体而言,我认为这个行业是非常有前途的。 对于市场来说,重要的是要价格亲民, 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创造出一个大众市场。 是的,您说的对, 人们还在等待着便宜的铃电池和电动车。 需要指出的是,要生产一辆电动汽车, 需要30至50公斤的铃, 更是新款特拉斯的必须。 还有铜,一般的车辆只需要约20公斤, 而电动汽车所需要的量是它的四倍还多。 的确,特拉斯的顶级车款就需要花费约150公斤的铜。 这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, 与智能手机的生产相比, 电动车所需要的铃金属量会使其的5000至1万倍。 图表上我们可以看到, 铃技术的需求快速增长。 截至目前,我们仍然积极地讨论, 电动车是否可以取代汽车。 就个人而言,我持怀疑态度, 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其使用的份额在增加。 那些生产铃技术的公司股票走势如何, 希望它是积极的。 这个图表上显示了三家大型企业的结果, 它们的铃的产量不算少。 这三家企业分别是亚宝、SQM和FMC。 图表中,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公司股价的走势。 自去年以来,其股价增长显著。 过去的两年里,我们多次看到价格在盘整之后又再度上走。 但一些规模较小的公司, 譬如澳大利亚的奥罗科布勒, 仍遭遇着问题。 铃的开采主要集中在玻利维亚、 阿根廷和智利之间的三角区内。 在这个沙漠地区, 有着十分丰富的锂金属储量。 锂可以从熔液和非金属矿物中萃取。 是的,的确。 也就是说,小企业操作起来仍存在这些问题, 但行业的主要参与者们感觉良好, 他们可以结合自己的业务。 比如说,SQM公司既生产锂, 也能废物利用生产农业肥料,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, 我们觉得是很不错。 事实上, 理生产和农业会是未来不错的组合。 我们的基金喜欢这样的组合。 如果来看一下这些企业之一的亚宝, 从股票价格上看到了很不错的结果。 你们有购买这些股票吗? 是的,我们已经持仓了数个月了。 你们赚到钱了吗? 是的,已经获得了一些利润, 但是我们还会继续持有。 如果分析一下该图表, 你会发现这些股票仍然处在上升的趋势中。 这些投资无疑是有道理的, 因为公司股票会从对离金属需求增加中获益, 而这样的趋势才刚刚开始,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时代的转折点。 很对。 乌多,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, 祝您好运。 谢谢邀请。 女士们先生们, 本期访谈的嘉宾是乌多, 还有他的同事克林默尔, 他们分别管理着伦敦和奥地利的自然资源基金, SIRIS。 正如您所听到的, 锂金属的需求增长趋势才刚刚开始。 即使现在的需求已经非常高, 未来也只会继续增长, 因此投资者应该注意里和其生产企业的股票。 我是约翰士泰格, 这里是与杜高斯贝电视合作为您推出的节目。 感谢您的收看,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